《大将军》 《大将军》是将军的最高封号 到了三国这一历史阶段 秘蜀无三家争霸 大将军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蜀汉来说 第一位大将军是谁呢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生前只是前将军 而张飞则是狙击将军 和大将军之位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对此可能很多人要说了 诸葛亮或者江维是蜀汉的第一位大将军吗 一首先 对于蜀汉的第一位大将军来说 既不是关于张飞赵云等人 也不是诸葛亮江维等人 其中 虽然在刘备白历城脱孤之后 诸葛亮事实上掌握了蜀汉的兵马大权 也继承为实际上的大将军 不过在职位上 孔明在当时依然是丞相一职 至于蜀汉 后期的江维 确实做到了大将军一职 但是 江维却不是蜀汉的第一位大将军 对于刘备建立的蜀汉 第一位大将军是蒋汉这个人 蒋汉到246年 自宫零零零郡香香县 金湖南省香香县 人二东汉末年蒋汉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蒋汉因为在担任官职的时候沉醉不醒 所以惹怒刘备 在诸葛亮的劝说 下财免于一死 厚重或喜用 受到诸葛亮的悉心培养 类官丞相长使兼辅军将军 诸葛亮每次征法 蒋汉常愁及粮食 组织运输 补充兵源 诸葛亮常说 蒋公眼忠心耕耕 雅亮宽和 应该与我一起复兴汉室 在此基础上 诸葛亮生前的时候 已经将蒋汉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了 并且跟后主刘长表示 陈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大事可以全部交给蒋汉 三公元234年 诸葛亮病是武藏元 在诸葛亮去世后 刘长按照朱葛亮的遗愿 任命蒋汉为尚书令 又加刑督夺 假节 灵异周四时 虽然蜀汉后主刘长没有再设立丞相一职 不过 对于当时的尚书令蒋汉 已经是蜀汉事实上的丞相了 不久之后 刘长生蒋汉为大将军 陆上书是 封南阳亭侯 由此 蒋汉成为蜀汉的第一位大将军 与此相对应的是 当时的蒋汉则是大将军蒋汉的手下 蒋汉想要北伐中原 必须获得大将军蒋汉的支持 四最后 延熙元年238年 蒋汉受命开赴 加大司马 总揽朔汉的大权 地位和之前的朱德亮不相上下 对于蒋汉来说 曾制定有水陆进攻曹魏的计划 但未被裁纳 延熙九年246年 蒋汉并逝 是昊公 在大将军蒋汉去世后 费一担任上书令 官制大将军 封城相侯 不过 非常可惜的是 对于才能不逊色于蒋汉的费一 后围为翔将郭荀一度郭修行刺身死 在蒋汉 费一两位大将军去世后 江维逐渐掌握了蜀汉的兵马大权 并被刘禅策封为大将军 闻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